刚刚也特别谈到 蛋价贵松松 贵贵贵 到底有多贵呢 现在据说是全世界最贵 我们农委会说 每天至少少20到30万颗 真的只有少20到30万颗吗 连进口都不够缺 但恐怕会缺到明年 所以现在恐怕会出现抢蛋潮 产地的机制折损非常严重 政府却在这时候动涨 蛋价 机农 万坦公 从去兴起 那么蛋价恐怕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抄上的茶叶蛋连环涨 现在茶叶蛋 观众朋友家一颗多少钱吗 十三口怕死人 所以献哥 现在蛋贵得不得了 对 那其实日本 他最近公布他的一个蛋 创历史的新高 那一盒一盒 就十颗蛋 一盒差不多两百二十五块一票 好代表一盐两是五块三角 创日本的历史新高 但是我们台湾的两家 打败日本 一盒一盒六十四块 平均一盒六块四 六块四是普通的两两而已 但是你说这样 好像贏日本也不是 贏欧洲 你知道欧盟在过年 因为建政的关系 它的物价通膨平均是十%以上 英国的蛋 英国两一盒台票六十三块 一盒六块三 我们台湾六块四 奥地利一盒四十块的台票 平均一盒四块 台湾六块四 来 我们今天小编去买 这个贏买 这样烫腾腾 贵鬆鬆的 这个多少 这个有机蛋 好 这个阿冠 吃米不知道米质 今天才知道蛋这么贵 我们今天才去买的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发票 这是今天 一月五号的发票 一月五号的发票 我们到对面大陆发去买的 拍得清楚吗 来 多少钱 一百一十五块 一百十五 一粒十一块半 今天的发票 烫腾腾的 换句话也就是说 一颗蛋 是十一块半 有多久 怕死人 所以现在早餐店 如果关系 美女以前都美女要不要加蛋 现在都不敢说这一句 上次哥也带了很多蛋来 便宜的 像这边可以看到 白蛋这个部分 就是现在在超市圈里 买的部分 大概一盒 找不到低于六十块的 没有吧 就一颗六块钱 是最便宜的 六块钱是低销了 最低销了 然后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没办法 都知道去买 你知道先鸭蛋 先蛋 现在先蛋也一颗十块钱 以前这个关注咸蛋 大概一颗 大概是九颗五十块 后来变七块钱五十 七颗五十块 到现在五颗五十块 我现在看到这个部分 一箱 是我们家里固定 直接跟蛋厂定的 是这个部分 也是你们那个贵神圣的 但我这个也很贵 可是因为直接跟蛋厂那边直接买 所以它其实比较便宜 但是从去年一月到现在来 也涨了三次 原来这样四斤 但是两百二 你看一斤等于是五十五块 很多 然后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两百八 所以也是七月 就一月涨 二月就立刻调涨两百五 到七月最后是涨两百八 这是已经我们透过关系 直接买很多年的 大概现在就这样的价格了 上次哥是宅男 所以他的蛋价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要连线志强大哥来问一下 为什么蛋价贵鬆鬆 但是基隆说贪不贵 不是贪不贵 可能贵不贵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进入 以乎到的是高蛋价 品牌蛋 因为品牌蛋 一颗蛋都差不多八块九块十块都有 是 我们产地的蛋 一颗才四块半 所以这个价钱真的漏差非常大 一颗四块半 可是外面现在已经卖到那么贵了 大哥我问一下 外传农委会要求你们基隆在这个产地 产地的价格动涨 有这回事吗 说不可以起贵是这样吗 因为说不可以起贵了 为什么不可以起贵 现在零售价就是在蔡奇亚的计划这么大 为什么我们的基隆不能起贵 因为如果起贵的影响到大宗物资 因为这个算 算大家都能消费 所以这个价钱一定要抖 所以这个四块半是多久以来都没去 四块半是六块的 他现在都动掉了 他现在就动掉了 没法允计了 没法允计了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的身份都很高 所以我们也是没法允计了 他如果要继续抖 我们可能下年会有很大坡的摩摩 因为你一个下年 我们都一小两 一斤2-12块 一小两-240块 我没法允计了 没法允计 以前是红盘的就很小 修端家人说过年 大哥我打擦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听不懂 我们是烤的外人 你是烤的外人 我问一下 你说没法允计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就不做了是吧 就没办法允计了 因为我们家人这种 因为我们不合 我们仕不合 因为我们是要管 220块 给两胸 所以我们要合 220块是什么钱 我们学在这里说 220块是什么费用 我们等会再来谈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你们刚刚说 有可能如果再继续动涨 你们就没有办法活了 就活不下去了就不做了 刀杖的成本主要是来自于 主要是轻溜杆的 因为这鸡真的没法允计了 以前的鸡有得允计到 先输掉10块 现在17块 你看差多少啊 所以422价格大涨 天气不稳定 再加上潜流感 百分之急左右啊 好 所以影响到你们的产量 但是 農委又要求我们的动涨 虽然终端的零售价涨翻天 但是基隆其实没赚到钱 因为一直都动涨停在4块半 问一下大哥 你刚才说过年 那200多元是什么钱啊 什么費用 以前是有红盘 紅盘 红盘就是说 一生220元是要有生理人贪的 現在 現在農委出来的协调 不能有红盘这个价钱 所以你说的生理人 大哥你说的生理人是 淡商吗 就是收两个这个大盘 对 两胸 两胸 淡商 所以你们过去有一个叫做红盘价 你们要给淡商过年的时候 要给红盘价 现在政府说 不能付红盘价 那你就不用付了 是不是 没有啊 现在变加班会啊 没有红盘价 变相的 那个意思一样的 红盘没有变加班会 我们还是要付 所以你们过年时候还补贴淡商就对了 所以越害 所以我们要怎么养啊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不是有淡价委员会 因为你刚才说 董掌 你真的很爽 真的没办法做 那董掌怎么会董掌 因为我们有淡价委员会 可以去协调的不是吗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去 台北中央市场会协商这个淡价问题 可是协商到最后也没有办法 有个共识 没有用 这个都没有用 这只是 只是他们 他们农委会叫我们过去 说大家跌调 协调到最后 已经协调10多了 没有什么进展啊 那委员会来面有我们的基農 有啊 为什么没有主导权呢 主导权叫农委会议计划 所以我们去开会是开架就对了 开架真的我不知道啊 就是农委会议计划就不能涨啊 开架就动涨啊 可是农委会就说不行啊 要维持性状啊 那他们讲的很好听就是哦 他不干涉 不干涉我们的价钱 他不干涉 可是他在暗中也是会讲说不能涨啊 不能涨不就是干涉价钱了吗 不能涨不就是干涉价钱了吗 大家不曉得我们的内幕啊 好那蛋商到从大批发到中盘到小盘到蔡奇 这中间有没有嘎嘴 有没有 就一箱蛋从我们这边出去就一 一箱蛋就是 反正一颗蛋差不多450 一箱蛋是410 一箱蛋810 810是从我们这边出去嘛 对 到消费者买到的差不多要1千1左右吧 那真的差很多啦 真的差非常多 所以就是要赚的也是 生育率赚比较多啊 但是 我們養鸡的金融都没贊到就对了 養鸡的 鸡的有孫 就算还可以赚 如果像现在这个 流感这么严重 天气又这么不好 要赚真的也不太可能 真的不可能 好我们等会也来请教 现场的来宾来找问一个 为什么这个胸手到底是谁 担价居高不下凶手到底是谁 因为那个 那个基隆他本身的一个成本增加 但是政府说你一定要动涨 那动涨的话 那很简单啊 我我就是用那老鸡 没有鸡减摸摸摸摸摸摸摸就好了 我就不会买新鸡 我买新鸡来买好啊 你把我准备在那两个都四块半 我现在买去 你外面明明买六块四了 六块四是冰净处啊 对吧 中间都用贪的 你这个中间的那个 大盘中盘小盘 层层剥削 你政府没法去 没法去给他犯截 没喝就给他犯截 犯截说你那个 超商只能买到五块盘 你怎么不敢给他犯截 你不敢啊 不敢还是 害到消费者 消费者就都骂政府 政府就都等于 那个三亿的基隆 基隆就没要吃 没要吃就介绍就关起来 关起来 诞伤就一个坐地犯截 变恶性巡软就走出来 我问一下志强大哥 志强大哥 刚刚先生有谈到 都是老鸡在生 我们没法买中鸡和除鸡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全台湾 都是老鸡在生蛋 因为这点 我要给大家报告 就是说 现在的中鸡小鸡 因为我们都进口里败 我们的政界都进口里败 进口里败 因为外国的情状感 非常严重 他也没给我们 也没给我们 所以我们没给我们 因为我们买鸡 我们鸡鸡 我们鸡鸡鸡 没怎么买了 他还要买老鸡来买了 是买没有 是因为买没有吗 现在都买没有吗 因为现在都不够了 不够 一般的 鸡鸡鸡 都不够买我们生蛋了 所以不够买鸡 所以老鸡一直旋转 一直旋转 好 那憲哥 其实政府有说 那我们要进口总鸡 对 但是鸡鸡说 缓不计辑 而且也不够 这是怎么你知道吗 因为鸡鸡说 本来我们政府不是说 要去什么社会 所以余福利賓竞口的鸡鸡 他说开措要担 这是买几买 这根本就不对 不过我说 政府总鸡的进口 因为我们全世界 生的鸡鸡鸡 就像一个瓶领而已 如果鸡肉的 吃鸡肉的 是几十八个瓶领 像一个瓶领 全世界两间公司 你控制 我们现在进鸡鸡鸡 鸡鸡鸡鸡鸡 等慢慢把它吃 都配对了 七十五天 就变中鸡 中鸡了 就开始配对了 差不多半年的时候 就开始可以进入战场 那时候就买鸡鸡 他就开始生两个 问题是 这个时候 他开始生两个中鸡鸡 他就开始生鸡鸡鸡出来 鸡鸡鸡要用到 生鸡鸡鸡 他就差不多四个月 所以如果真的 总鸡进来的话 但总鸡进来的鸡鸡 吃到大质 大质都生 除鸡鸡鸡鸡鸡 都变蛋鸡的时候 所以现在进口总计 缓不计较 不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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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问一下上志哥 因为你也做了很多功课 政府动涨 但是并没有禁止进口 而且进口的量越来越多 这也是助长了 淡价高涨的原因之一 没错 但淡价高涨 最主要就是缺淡 那么缺淡的部分 要看政府评估的缺淡 现在刚刚提到 一开始标题有写 政府预估 在台湾每天缺淡 是20万到30万颗 可是养鸡协会实际 沽全台湾 每天可是缺80万到100万 你看相差是这么远 所以政府有没有可能错估情势 非常有可能 而且因为这么长时间 这个淡价这么高 已经错估非常长 你说政府没有做事还是有 所以政府其实想说就进口淡价 那么看可不可以平稳 但问题是就像憲哥讲 水贵地油丹 结果你进口 特别是从美国进口 而不是从泰国等等 这些比较便宜的地方进口 你知道美国的淡价有多贵吗 以今年12月 就是上个月当中 美国感恩节的淡价 已经来到一打5.36块美金 就是大概到162块 美国 憲哥 一颗淡13块半台币 所以现在你大量的进口 比台湾现有的 还要更贵的淡进来 你不是就是 虽然你淡价进来 可是不是又把整个价格 拉得更高 因为你进来的都是更贵的淡 所以这真的是有点 不得不说有点莫名其妙 当然现在在整个过程里头 就刚刚讲 现在淡仓 像刚刚包括 你先讲提到的连线的时候 他说现在淡仓还跟他们进 可是说实在 现在淡仓也很没有办法进到淡 因为就像我现在面前这个 像这个就是我们家 就像类似企业订淡 很多淡仓就直接 就是被这种企业 我们这些人就是直接签订 我们是有绑约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缺淡缺这么严重 他到处收购各地方的淡 然后满足他的合约 淡仓也很苦 淡仓也其实蛮苦的 所以都找不到淡 因此到处都在缺淡的时候 从淡农淡伤 然后包括到消费者 大家都只有很贵的淡 但是这里头有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刚刚提到的 政府动涨 动涨不是在零售价 而是在产地的淡农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卡在这个时候 其实消费者都觉得 我们买的那么贵 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就是淡农在大赚 今天节目不讲 我们都不知道 淡农一颗淡才四块多而已 而我们都要买到十几块 这样子的 这个价格的部分选珠 这就是现在 整个在台湾淡价 从消费端生产当中 大混乱的原因 好来 志强哥 救命姐来 志强哥 你还在线上吗 救命姐来 政府动涨 但是并没有禁止进口 现在竞口越来越多 今年像竞口的保际室 两千五百二十七公顿 创十年新高 结果竞口的两家这么多 不让我们的淡农涨价 那这样给你 一千万 几松松去买外国的 我們也很沒力 真的很沒力 因為我們農民 我們的希望政府 你可以有市場基礎 改期你要求我們 你不要再當我們董場 因為你董場我們沒辦法賺 你為了董場 你還對外國政口 也是當局農民 你說對農民多照顧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聽到基農的聲音 同時也不要小看一顆雞蛋 一顆雞蛋很有可能是 新一波通膨風暴的導火線 好 謝謝志祥哥 接受我們的視訊聯繫